小林食堂 哈啰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林食堂 我是小林師傅 今天小林師傅要教大家做什麼呢 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 五星竹竹快餐車 那台餐車裡面是不是賣的就是 古巴三明治 沒錯今天小林就是要教大家做 古巴三明治我們的食材有 首先小林師傅就教大家如何醃肉 首先你要先準備一個保鮮袋 我先拍蒜頭 蒜頭一定要先拍過 香味才會出現 帶皮直接丟下去就好了 加入我們的水 柳橙汁 擠出來柳橙汁的這個柳橙的果肉啊 以及皮也可以丟下去 增添它的風味 月桂月 味苓 萊姆酒 迷迭香 百里香 還有惡粒鋼葉 以上這些香料啊 如果市面上買不到新鮮的 也可以使用乾燥的 來醃製也可以喔 黑胡椒 糖 鹽巴 全部加完了 稍微在裡面 讓它均勻混合在一起 混合好 再來就是把我們的梅花肉醃進去 多餘的空氣擠出來 封上我們的漱口 這個動作我們稱為鹽乳 鹽乳是什麼呢 就是把你的肉醃製16個小時 之後呢你再拿去烤 這個我們的肉啊不會太柴 反而會比較 肉汁會比較鮮嫩 然後又比較多汁喔 那我們就冰進冰箱16個小時 再來就給它放進烤箱烤囉 再來就是打我們的烤肉醬 把蒜頭打進鍋寶的 蔬果研磨機裡面 香菜 柳橙汁 檸檬汁 橄欖油 柳橙皮兩片 孜蘭粉 黑胡椒 鹽巴 薄荷葉 二粒缸葉 放在我們的研磨機的主機上面 葉子把它打到看不見 大約30秒 這樣就可以囉 前一天已經把肉醃好了 再來就是烤我們的肉 上面會有醃的一些香料的部分 把它夾掉 沒有的話在烤的時候容易焦 再來就刷上我們的烤肉醬 薄薄一層就可以了 我們已經刷好了 再來就是放進我們的 鍋寶的22升氣炸烤箱 它的熱度是循環 所以小林會把肉插在中間的部分 底盤放在下層 這樣它烤的時候它的熱度才會循環起來 然後我們的肉才會熟喔 氣炸模式 然後溫度200度 時間烤20分鐘 風我會調小一點 按開始 我們第一次20分鐘烤完了 我們就把烤箱打開 哇 20分鐘而已味道都出來囉 翻面 烤肉醬再刷薄薄一層上去 放回烤箱裡面 再等20分鐘就可以完成囉 我們的肉已經烤好了 我們就把烤箱打開 哇 再烤了20分鐘後啊 香味 撲鼻而來 再來就是切成肉片狀 等一下夾在三明治裡面 才會比較鮮嫩好吃 麵包 對切 食材就可以夾在麵包中間 麵包對切完呢 塗上奶油 今天我們使用的是 鍋寶的鑄鐵烤盤 在這裡呢 小林要跟大家一個貼心的小叮鈴 就是我們的鑄鐵烤盤啊 盡量這樣的呈現方式 放在我們的卡式爐上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這樣 橫的放啊 會對於我們的瓦斯 會造成高溫 會造成稍微的危險 所以小林在這邊 不建議大家這樣放 所以我們要這樣子放 好 我們首先先把我們的鑄鐵烤盤加熱 在冷的情況下 我們就把我們的麵包放上來 稍微煎上色 火腿也順便煎一下 它的風味也會比較好 火腿煎上色 這樣兩面煎上色就可以了 把麵包的表面稍微煎點 有點繞紋上色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加入 法式鍵末紙醬 如果家裡沒有鍵末 法式鍵末紙醬 也可以用那種美式的黃鍵末來代替 再來就是我們的起司片 肉可以一人而異 如果你喜歡肉多一點 你就多放一點沒關係 酸黃瓜 再來就是剛才煎得很認真的 火腿 起司絲 多一點這樣烤的時候啊 比較容易有爆漿的感覺 再來就把我們的麵包蓋上 無鹽奶油 先刷在鐵板上面 等一下我們的麵包煎的時候 會更容易上色 放上來 稍微把它壓一下 一面大概煎個30秒 它的顏色就會上來了 這時候再翻面 一樣再讓它煎個30秒左右 壓一下就可以完成了 古巴山明治 我們就這樣煎好了 我們來聽一下它表面的聲音 哇 是不是很酥脆啊 再來我們就切開來給大家看 看起來是不是很juicy啊 那我們就準備上桌囉 古巴山明治就這樣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啊 喜歡小林食堂的人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小林 我們下次見 掰掰